大家好啊现在呢正是茉莉花的花期啊也是它的生长季节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可能有的话也会发现 前一年呢自己家的茉莉的开的花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到了今年它的开花却越来越少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呢 其实是因为呢你没有及时的修剪这一种枝条 那么是哪一种枝条没剪呢 那就是这些开完花的老枝你没有及时的修剪 因为呢这个茉莉啊它开花的全部都是在这个新的枝条上开花的 如果你脑汁不剪那么就会影响了它长出新枝 那么它的新枝越少所以呢开花才会越少 所以呢我们在养护这个茉莉花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它的生长期在长枝叶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把它这个脑汁啊给它剪掉 首先呢我们可以将它一些脑汁啊还有一些病弱的枝条呢 从肌部把它剪掉这样呢可以刺激你的茉莉呢 再长出这个比较健壮的这个新枝出来 可以让它的株形呢更加的饱满 而且呢也更容易开花 当然除了一些脑汁之外啊 如果有土长汁的话呢 我们也要给它及时的剪掉 土长汁呢不仅会耗损大量的营养 而且呢也会影响你的这个茉莉花开花 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茉莉花呀前一年开花开的非常多 但是这一年开花开的非常少 那就是很有可能你的这个脑汁条 没有及时的修剪导致呢它开花越来越少的一个原因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